西區門戶計畫由台北雙子星領軍 推動西區全面更新 那西門站本身就有藍線跟綠線 同時還緊鄰機場捷運還有台北車站 三條捷運線可以讓住戶輕鬆常遊全台北 台北的未來發展方向在哪裡呢 隨著東區的發展已經達到了滿雪位 下一波城市躍進的舞台將在這裡 台北西區門戶 重新定義台北的國門新地標 好 西區門戶計畫是台北市最具野心的都市更新藍圖 涵蓋440公頃的土地規劃 帶動包括台北雙子星 台北郵局都更岸等多個百億級項目 將帶來不僅是西區的再生 更是整個城市格局的改變 隨著這一波城市全面更新 西區將成為台北最閃耀的核心 讓這裡不僅肩負著文化與觀光的重任 更將成為高資產族群與企業主爭強搶購的 智產熱點 我們看到在近200年的發展過程當中 軌道經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看到全世界這種首都型的枢紐這樣子的車站位置 周邊其實帶來的不管是商務觀光或者是住宅的 這樣商機其實非常豐厚 我們以紐約的這個中央車站或者是日本東京的新宿 往往都是在整個現代化發展裡頭最重要的這個角色 在所謂的西區翻轉計畫當中 未來會有10棟以上的這個全新的頂級辦公室 等於就是會有20萬坪以上的這個樓地板面積 我們看到未來在這邊的消費、娛樂、觀光、住宅的潛力是非常強大的 以目前西區不管是車站或者是周邊土地的開發量來講 在結構上或者是內容上面都有翻新的機會 而且我們看到往頂級或者是未來趨勢靠攏的方向是越來越明確 對於很多企業主跟高資產客戶而言 西門町一直是西區的核心 而且這裡交通便利還有觀光資源 是很多人自助還有置產的首選 而現在在西門町的核心精華地段有個興建案 新陽軍管這裡有稀有的中大坪數設計 今天我們請到專員來現場為我們介紹一下 到底它的特殊性在哪裡呢 好的我們的基地位在漢口街二段 這次不管是基地的規模到建案的規劃 基本上在西門町算是絕版唯一的產品 基地面積達到424坪 規劃68到80坪的大坪數住宅 再加上全平面的車位 這樣的規劃在西門町非常罕見 可說是為了換物組而訂製 那也特別適合自營商、企業主 以及長期資產的高資產客戶入手 哇專案剛聽完介紹啊覺得真的這個進來就覺得氣氛非常的高級 那這次的建築特色會是什麼呢 我們的設計靈感來自於紐約設計飯店 打造新古典的Ardeco風格 鋼石裡面的豪宅外觀 而且公司也非常用心在一樓跟十樓做了很完整的公設 打造出屬於住戶的空中城峰繪索 另外我們採用SRC鋼骨抗震結構 耐震達到6級 確保住戶的安全與舒適 專案那這個建案附近它的機能怎麼樣呢 西洋軍官的地理位置相當優越 步行到西門站6號出口 大約只需要650公尺 那西門站呢本身就有藍線跟綠線 同時呢還緊鄰機場捷運還有台北車站 三條捷運線可以讓住戶輕鬆常遊全台北 另外我們這邊也是屬於鬧中取境的居住環境 讓住戶享受西門町的繁華便利 也保有安靜舒適的居住品質 現在我們進入西洋軍官的71.78屏樣品屋 可以看到這裡的空間設計非常寬敞而且明亮 這個空間的規劃充分展現出豪宅應有的質感 像這個寬敞的客廳不僅動線流暢 也充滿了居住的舒適感 所有的細節與設計從採光到動線 都是為了高資產住戶量身打造 值得一提的是交屋時信用軍官會以毛配物的方式交給客戶 讓每一位住戶依照自己的風格與喜好 打造出心中理想的居住空間 這種彈性設計不僅給予住戶最大的自由度 也讓每個家都可以獨一無二 符合個人的品味與需求 每一個空間都經過精心的設計 從開闊的客廳到寧靜的臥房 住戶能夠自由發揮設計 打造一個既尊貴又舒適的家 這樣的彈性安排也難怪 吸引了許多自營商和高資產族群的目光 信陽軍官不僅提供了完善的硬體規劃 還給了住戶創造自己理想生活空間的自由 西區門戶計畫由台北雙子星領軍 推動西區全面更新 信陽軍官正坐落於西門町核心位置 這裡的稀有大坪樹住宅 SRC鋼股抗震結構 再加上罕見的全平面車位規劃 不僅提供頂級居住品質 更是專為企業主與高資產族群 量身訂製 信陽軍官推薦給您